第21题有关于核能的叙述下列核者错误 A核能的来源分为核分裂跟核融合 对核能的产生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核分裂一种是核融合 我们目前的核能发电所使用方法是核分裂 B选项核能发电是用U235为原料 对我们的核能发电原料是U235 那另外一个比较多的是没有放射性的U238 那我们用的是有放射性的U235 所以B是对的 那么株选项原子核分裂之后质量会变小 我们晓得核能发电是利用了质能转换的原理 把质量转换成能量 所以呢它产生能量因此质量就减少了 所以株选项也是对的 C选项台湾核电厂的核废料没有放射性 这是错的 因为目前所谓用采取核分裂方法产生核能 最大问题就是它会产生有放射性的核废料 所以呢第21题问我们说下列核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C 台湾核电厂的核废料没有放射性 这个是错误的 再次视作用这片核废料�的核废料 那一点设计